大家好 今天是1月6日 星期三 市已连升五天 其实高台有少少消化和整括 是很正常 不过整个逐步向上找高位的格局 是没有变得 先看看指数 早市先低下36点到27613点 之后进一步回调到27389点 才止步 即这分钟跌了260点 但回控开始慢慢做好 腾讯当然不用说 一定是强势 其他的新经济股 若都稍为硬朗 其中最硬朗的当然是径冬 差一点就可以冲破上一层高位 指数在五后一度 直到现在这分钟 大概是3.45左右左右 是高见过27756点 所以昨日来说是升了109点 即是说1月份 暂时来说今天是第三个交易天 指数是由1月4日星期一的低位 27,079点 升到今天暂时的高位27756点 今个月的波幅 轻轻扩辅到677点 当然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不应该 亦不可能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方向677点的波幅 亦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很简单 只要先低后高形态不变 技术上来说市况是会等机会进一步向上行 甚至继续找到今个月的高位 目标当然是直至去年2月17日的高位28,055 这是第一个技术上的上亡目标 先看市数 其实市场由9月到现在这一分钟 形态仍然是相当好 因为9月25日的低位23,124 和10月29日的低位24,029 组成一条中期的上升轨 直至现在这一分钟 都浪到市场很稳定 当然本来市场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但到现在这一分钟 已经成为一个中期的升浪 所谓中期的升浪就是 后续市的上升势头很硬朗 而且成交金额是配合 其间来说 任何技术上的调整和消化过后 都会逐沉高位 为何? 你看成交金额就知道 星期一是1826亿 昨天是2150亿 现在这分钟接近2000亿 卖到最后已过2000亿 即是市场的成交金额 是配合上升的势头 由于成交金额走在指数的前头 如果成交金额一直维持在2000多亿 意味着更加高的指数都仍在后面 到底现在我们看多少呢 刚才我说过 暂时的目标应该就是 去年2月17日高位28,055点 再向上望多一点 去年全年高位1月20日 是29,174 这会否在一月份之内看到呢 不敢太肯定 因为如果成交金额一直到2000多亿 不断地增加的话 是有机会试顶的 真的有机会试顶 但如果你说到中旬阻振的时间 升势稍微有少少放慢 或者会在28,055到29,114点 中间任何一点出现了今个月的高位 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市升一定是靠重磅蓝筹去走 直到现在这分钟 腾讯当然是英俊 占行指成分10% 还有 港交所也不弱 占行指成分4.16% 友邦很强势 占了9.95% 平保也不差 一直在90元楼上 占行指成分4.88% 即是有20多个百分之的成分股 创了高位或一直在高位 剩下来就要看看 其他的主要成分股 到底能否进步扶回上去 如果中行、公行、建行 稍微好一点 汇丰稍微好一点 中移动也稍微英俊一点 指数都不知 升势是会比较明显的 而最重要的 都是看回成交金额 千万不要缩 如果成交金额一直在2000多亿楼上 逐沉顶势头 基本上是不会改变的 大家好 今天是1月6日 星期三 股市在早上 曾经有一点点的反复 其实也很正常 经过了5天的算升之后 总会有一点点的回调的压力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寒生指数先低开36点到27631点 之后有一点估压出来 指数曾经一度是低见27389点 等于说在几分钟指数是回调260点 可是汇宏慢慢有一点点的买盘出现 而其他的那个南筹也稍微有一点点的移动 稍微轻轻的做好 变成指数就一步一步的好像是回稳 而到下午曾经一度是高见27756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倒升107点 不过当然上升的那个部分还是比较慢 现在看一看 今天来说指数曾经在创了这个月的高位 那等于说直到目前为止 1月份只过了三个交易天 当然现在是三点半 等下有什么变化暂时还不知道 可是直到目前节约分钟为止 走势还是先低而后高 指数是从1号的低位27079点上升到 今天暂时的高位270756点 等于说这个月的波幅暂时来说有677点 还是难以据 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应该 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还有677点的波幅 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那等于说只要先低后高不变的话 恒生指数还是会进一步往下 寻找这个月的高位的 还有一点大家有留意 星期一的成交是1826亿 而昨天是2150亿 等于说股市的成交是不断的增加 由于成交经验是走在指数的前头 那变成更高的指数应该还是在后面 现在看起来在网上看的第一个目标 当然是去年2月17号的高位28055点 可是要是说这个月先低后高不变 而整个月的波幅要2000多点的话 那好了 指数真的是有机会进一步挑战去年全年的高位 就是去年1月20号的29174点 我们再看看股份方面的表现 成型走势真的还是比较偏强的 股价已经推到六八块钱左右的水平 京东也不错的 京东真的是不错的 差一点点已经可以上破上一次的高位 我记得还是368块2毛左右的水平吧 其他上美团点评走势还是不错的 另外阿里巴巴可能还是比较有点反复 可是整体来说已经慢慢摆脱了最坏的时间 其他难筹再看看汇宏 今天轻轻地往上四到四十一块多 那等于说 暂时来说要是汇宏能够第一步往上推的话 左利还是在四十四块钱 这个是早前的高位 其他相关交易所已经创了一个上市之后的新高 有报吗 当然是创了新高之后是有一点点消化 其实这个很正常 平保也是在九十多块钱以上的整顾 那等于说主要难筹 相对走势还是比较稳定的话 股市就算是有一点点的整股回调 幅度也不会太大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成交经验 要是能够维持在两千多亿以上的话 那等于说股市的动力不退 当然更高之数一定是在后面 还有其他的个别的难筹 像那个九十一的中移动 经过昨天的大幅度的反弹之后 今天好像是有一点点整股 可是整体来说 还是在四十五四十六块钱左右水平 在进行一个整股之中 我总是觉得中移动 中电信跟人通最坏的时间 其实应该是过去的 好了 下回分析就说到这里 有点赞ensions 谢谢大家 我们的眼神 我们的眼神 吗 有点赞 有点赞 我们的赞